第十八章 浩劫 当四十五万戒兽完全分散开 从整个清风界主体高山的山口 同时往外瞬移前进时 罗锋知道 挡不住了 他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 无法分身千万 最多能杀死一两个戒兽而已 其他戒兽们完全能进入浩瀚的宇宙海 杀 罗锋双眸立芒一闪 虽阻挡不住 也必定竭力能杀一个是一个 刷 刷 刷 罗锋接连瞬移 很快破进其中一个戒兽 朦胧的小型宇宙瞬间诞生 混沌气流形成的大手掌 一把就捏死了那可怜的二阶戒兽 片刻后 爱 站在清风界高山的上方 罗锋摇看四周虚空 不由摇头 拦不住 浩浩荡荡的四十五万戒兽 分散开冲出 第二批的四十五万戒兽 也是如此 罗锋即便竭力 也只是杀了五个戒兽 相对整个戒兽 九十万的数量 不过九牛一毛 九十万戒兽冲出清风界 进入宇宙海 罗锋面色正重 这下可真麻烦了 他们还真是团结 竟全部杀出来 只能见招拆招了 罗锋一摇头 随即施展开超远距离瞬移 开始朝原始宇宙赶回去 罗锋也没办法 虽然明知此次行动 或许会逼迫的 最后剩下的戒兽们逃出来 可他没有选择 若是不去大肆屠杀一番 任凭九百多万的戒兽 彼此杀戮 看看被敌都进入五阶便可明白 放任其成长 要不了太久 怕就是六阶了 六阶戒兽 分身千万 要杀都难 那才是灾难 所以必须提前动手 现在一次性灭杀 超过八百万戒兽 已经是最好局面了 所以说这最好局面 对宇宙海各族而言 依旧是一灾难 没法子 这本就是前所未有的浩劫 现在不过是从之前的绝对死劫 变成末世浩劫而已 现在的情形 还是有生机的罗锋现如今的战力 能以一敌万 而戒兽族群中连一个五阶都没有 此次浩劫完全有可能度过 罗锋的超远距离顺移 比之五阶戒兽被敌顺移还快 当所有的戒兽分散开 还在朝宇宙海各族进发时 罗锋也在急速往回赶 而在罗锋拦不住九十万戒兽时 他便在虚拟宇宙中中 直接召开各族会议了 悬浮的神殿之上 一个个真神分散座下 在最高处坐着的便是混沌城主和罗锋 下方分散坐着大量的真神 整个原始宇宙各大势力 都有真神齐聚于此 像妖族 虫族等等都是如此 显然到了如今境地 自然得跟随人类走才有生机 诸位 高坐在最上方的一金袍混沌 一白袍罗锋 白袍罗锋俯瞰下方 我在前些时间独自前往那昏暗之地 下方顿时一片哗然 去界受巢穴 银河领主怎么样了 各族担心 九优真主 星空十祖他们 一个个都期盼看着 至于其他真神们 更是面带焦急担忧 白袍罗锋俯瞰看下方 有好消息 也有坏消息 好消息是 借受巢穴内十亿借寿 不断进化 数量也在减少 我进入时 借受巢穴内 共有超过九百万借寿 实力最低 都和上次袭击我宇宙海的 借受相当 罗锋的话 引起下方众多 真神的震惊 恐惧 别说他们 连罗锋当时都有些恐惧 不过命运是公平的 罗锋道 我们宇宙海各族 也有一线生机 我幸得一宝物 此宝物只能施展一次 我吸引超八百万借寿围攻我 而后一举灭杀了 这超八百万借寿 什么 一举灭杀超八百万借寿 那得是什么宝物 各族真神们震惊 罗锋却不在乎 不管这些真神们是震惊 是怀疑 还是贪婪那宝物 还是猜测 罗锋是否还能施展第二次那宝物 不管这些真神怎么想 罗锋都不在乎 因为在宇宙海 他罗锋是绝对的低强者 且是远远凌驾于其他任何一个 人类族群也是绝对的低族群 坏消息是 罗锋道 昏暗之地还幸存九十万戒兽 并且这九十万戒兽离开了昏暗之地 直接朝我宇宙海杀来 我独自一人 也根本无法阻拦 完全分散的九十万戒兽 预计 一天左右 便会有戒兽 抵达第一轮回时代的小型宇宙所在了 一天 九十万戒兽 进入宇宙海 这 这 各族懵了 噩梦般的消息 一个戒兽 就惹得宇宙海各族 风声鹤唳 惊恐难安 九十万戒兽 完了 第一轮回时代完了 那第二轮回时代也完了 下方众多真神们都瞬间明白了这一点 他们原始宇宙一方 可以借助原始宇宙和各自小型宇宙的宇宙通道 随时支援任何一小型宇宙 可是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 却根本无法立即支援 甚至原始宇宙一方面对九十万戒兽 也感到战力恐惧 怎么等 诸位 罗锋直接道 消息我传给你们 一切都准备吧 我也会将消息传给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 至少让他们提前知道这些 消息开始迅速传出 不单单罗锋 原始宇宙的其他真神们也会传播 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 紫月圣地 东地圣地都得到消息 诸 神眼族的五位真主 齐聚在一起 彼此相识 想说什么 可开口却依旧不知该说什么 完了 真完了 九十万戒兽 我们的小型宇宙 即使被一头戒兽吞吃 都没多久就被吃完 一旦大群接受一起吞吃 怕很快就湮灭了 小型宇宙一旦湮灭 那么生活在小型宇宙内的族民 也将全部灭绝 五大真主心痛不甘 他们宁可自己死 也不愿整个族群都湮灭 可是现在有办法吗 你们四个 神眼真主冷声喝倒 立即离开小型宇宙 远远逃离 这样即便小型宇宙破灭 那些戒兽们找不到你们 你们四个都能活着 至于我 我就留下尝试 向这些戒兽们投靠 看他们是否愿意收下我 若是收下我 我神眼族也有生存机会 神眼 我去投靠 你们四个走 老师 五个真主都争了起来 不管怎样 现在就溜掉的真神 注定能活下 虽说是苟延残喘 而留下的真神 却又陨落危险 且即便成功 也将永世不得翻身 本源意志 早就借祖神教 传出些讯息 显然投靠介受 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我是宇宙海最强的八个之一 我有利用价值 我投靠最有成功可能 不必再劝我 神眼真主喝倒 其他四名真主痛苦相识 是 仅仅数分钟后 其他四位真主 便迅速离开了各自的小型宇宙 开始远远逃离了 紫月圣地内 九 九十万介绍 紫月十祖知道这消息 都懵了 他独自一人在大殿上走来走去 至于麾下强者 早就被他给撵出去了 怎么办 如果数十万介绍 一起吞吃我的小型宇宙 即便再能抵抗 怕也抵抗不了太久 紫月十祖担心万分 紫月十祖惶恐不安 一旦我的小型宇宙破灭 那我可真的没一点机会了 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而我的族群也将永远消失 这银河领主 怎么就这么没用 宇宙海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 两大圣地都得到消息了 其中第一轮回时代 和第二轮回时代完全是绝望 因为他们彼此支援都非常艰难 面对九十万介绍 他们如何抵抗 至于两大圣地宇宙 因为圣地宇宙更加庞大 且抵抗力极强 所以能撑得更久些 至于真神小型宇宙们 短时间就能被吞吃掉 谢豪 幸好我选择投靠戒兽 九头魔神高坐在王座上 松了一口气 虽说我被绑架到戒兽的战车上 且没了自由 将来我的命运或许悲惨 可至少没他们悲惨 他们很快就要死 而且我的族群却可以活得更久 甚至我还可以尝试 尝试去闯轮回 一旦闯过轮回 说不定有奇迹发生 让我摆脱戒兽的控制 九头魔神期待着 在九头魔神的小型宇宙外的虚空中 刷 一阴甲与一男子凭空出现 正是罗锋 从清风界以最快速度赶回 罗锋在回来的路线中 也稍微弯了一点点 经过九头魔神的这颗小型宇宙 罗锋摇摇看着远处的小型宇宙 冰冷一笑 戒兽要询问消息 必须面对面询问 投靠他的奴仆 可没法心灵传音 在宇宙海中都能心灵交流 这也就介受之间能做到 奴仆是无法做到的 像摩洛撒也必须得 亲自见九头魔神 或者求颜祖神 郑家王来询问消息 我不会给你机会泄露消息的 罗锋很清楚 九头魔神肯定待在小型宇宙内 等待戒兽们的询问 死吧 罗锋手中出现了血影刀 五阶戒兽的毁灭 即可毁灭一颗小型宇宙 而自己现在最强的刀法 已经不亚于毁灭的威力了 雷尾 绝号 感谢 小型宇宙 即可毁灭的威力 未经许可毁灭的威力 绝望